中国政权报记者获悉,国务院国资委近日与内部下发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工作方案,双百行动入选企业名单也已确定,据悉,有近400家企业入围,其中央企业有近200家,地方国企业200多家。 国资委要求,入选企业于19月底之前,上报各自综合改革方案,近日,多加上市国企纷纷公告入选双百行动名单。 小七市双百行动今年三月,国资委发布关于开展国企改革双百行动企业临选工作的通知。 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选取百家中央企业职企业和百家地方国右股干企业以下简称双百企业。 在2018年到2020年期间,实施国企改革双百行动,以下简称双百行动,深入推进改革。 改革将在以往更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来,如在同一家企业同步推进职业经理人试点,董事会职权试点等。 双百企业临时标准有三条,一是有较强的代表性,二是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三是有较强的改革意愿。 入类双百企业有三特点,企业参与的热情比较高,每家养企报二到三家,每个省报五到六家。 保上去的企业除了一些财运指标特别差,社会信誉度不高的基本上都进入了试点,最后确定的名单实际上有四百家左右。 目前入选的企业已陆续得到了通知,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该知情人士介绍,那如果,其改革双百行动名单的企业有三个特点, 一是商市公司,试点内容主要集中在婚改,员工是孤等,二是此前做的比较好的试点企业,比如是像改革试点等企业,也进入了双百行动名单, 从此前的大校试点转向一起一侧制定综合改革试点,三是经营困难的企业,这类企业的试点主要集在如何摆脱困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国资委要求入团双百行动,的企业要实现五大突破,一个坚持,即在混合所有这改革,法人治理结构,市场化经营机制,激励机制,以及历史营业问题要实现突破,同时要兼职党的领导。 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黎锦表示,从深化国企改革一加N系列文件的下发到四项改革试点,从十项改革试点再到双百行动,这些改革都是一脉将成的,双百行动将使得改革有点向面全面铺开,向半年试点进一步扩围,并向纵深发展,更多的地方国企进入试点,重心下移趋势越发明显, 改革局边进一步活跃,地方国企改革,据是突围近四百家入围企业中,地方国企长二百家,广东、安徽、河北等一些省市,移民券的入围企业名单,以及上报企业情况。 广东省入选的七家企业,分别是岳海控股集团,广州汽车集团,广东华岁建设集团,广东无线电集团,广业清明食品科技,广东生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以及广东省产权交易集团。 安徽省入选的是安徽同卦同博公司等五家企业,河北省市河北省资产公司,唐根公司,华为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 山东省,辽宁省则分别选取六六户和四户省内国有骨盖企业上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 同时,近期江苏、天津、山西等多,得的国企改革举措密集落地。 近日,学工集团与华太证券,被纳入在苏省第一批混改试点企业名单,天津市第二批集团企业日前提供混改招商,天津市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一山集团有限公司等天津市国资委下属16家里获盖国有企业,天津金连控股,天津太大控股,天津金城资本,天津金投资本四街平台公司与北京房地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等北京市央企,大型国有企业,行业龙头企业,知名投资机构进行深入交流,对接。 山西省提出,下半年将重点推荐燃气集团,现代化工集团,山西煤机集团重组,抓紧启动民报行业实质性重组,进一步向央企,民企开放股权,加快箭头集团,粉酒集团或改步拔,加快汤龙化养股权转让项目成交落地。 广州市政府也在日前明确了是属国企困改,时间表,历生到2020年,竞争类国有企业基本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准供一类国有企业中符合条件,等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性突破,混合所有制企业主要效益指标,贡献度达到85%。 改革提速A股市场起波兰广发正确的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7月底,上市国有企业共发生重组事项580件,股权转让120件,进入下半年后明显加速,7月A股国企发生重组,192件,股权转让38件,接近今年以来案例总数的三分之一。 其中,化工、机械设备、地产、汽车、电力、交运等板块上市国企股权转让,其重组时需案例较多。 广发正确首席策略奔协师戴康认为,国企改革在新的内外部环境下,有望在下半年加速进入新阶段,是联企业经验推广有点极面加速铺开。 下一步国改纵深布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实际上改革市点阔为赫申化,二是已经双百行动,全面推进一线国企改革,三是开甲区域性综合改革。 但康认为,国企改革在我国转型机制备中长期主题投资价值,伴随政策编辑变换,下半年改革提出预期增强,建议关注以下三条主线,一是国企重组整合主线,重点关注煤电,化工等近期重组,股权转让案例增多领域,二是国企混改主线。 下半年第三批三十一家混改市点有望提速,重点关注盈利迫切性较高的铁路,军工等领域,三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平台主线,国务院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市点的实施意见,出台意味着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市点数量将过来,重点关注江苏,广东等近期主建栋,做较大的地方国企, 华泰正确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国企混改有望成为下一阶段政策的重要任务,国企混改是值得重点关注的主题,尤其是民营经济相对发达的广东、江湖、天津等等,有望率先取得突破。 ZN的脸则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